疫情舒缓之后 慈云山中原普渡时隔三年终于重新开放 让民众可以到现场来普渡祭祀 乡公所出的摆设大帐篷和长桌 让民众可以摆放贡品 还安排了接驳车 接送乡亲往返公募园区 而今年圣安宫也再度占助了一千盏的环保新灯 让民众普渡拜拜还可以做环保 过去三年受疫情影响 慈云山的普渡仪式是采线上直播方式 只有乡长率领着公所团队代表祭祀 而今年终于重新开放 让民众可以上山来普渡 乡长游淑泽也指示主管科室 要落实便民服务 让民众既是先人更加顺畅 在这两年的疫情期间 我们克正的把火化炉 营建为全国第二排放空污最低的 一个环保的一个家园 也让我们未来在避藏墙 跟我们纳谷塔的一个安置 都可以得到最优化的圆满的一个服务以外 未来我们正克正进行的是我们透明的一个资讯软体 让我们未来武馆在祭祀或者是在登记以及在祭拜 都可以透过网路来看现场的状况 以及个人的需求 我们相信吉安相公所的服务要更多元 更圆满 更全班位 我们会尽自己的职责 做好最好的礼仪的一个祭祀活动 今年圣安宫也赞助了一千盏的环保新登宫民众来使用 同时清洁队也在现场收取精子统一集中烧 以减少空气污染 疫情过后第一次开放的中原普渡 民众参与相当踊跃 池鱼山上香烟鸟鸟也充满了浓厚的追思情怀 既旅会竟然相报道